大家好,車路士接下來要彈勾亂 今次這個節目的Patreon片尾彩蛋 會有車路士對李懿的預測 敬請留意 現在我們會先說回水晶宮對車路士的英超蔡侯平 杜曹都知道今天是有機會要面對密集 所以直接排過4231不變形 正正經經4231四個後衛四個進攻點 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不過杜曹今天嘗試做了一個實驗 他是想試試給佩蓮石 這個美國的逆風球員去做一下主角 打中路 所以整場球的重點就是要看這個實驗是否成功 其實佩蓮石在中路做主角都有積極跑動 例如有回到後半場引領攻勢 但是你會看到他的技術在中路做出來就不夠細緻 拿球就不是很定當 傳送也不是很好 而且你會有時看到他在中路的動作太過大動作 什麼叫在中路太過大動作 就是不需要那麼大動作的時候 他用多了很多額外動作去做同一件事 例如在中路拿球的時候 隊友未必交得那麼好 你要移動去拿球 那你就可以迅速變速去拿球 但是拿完球之後就很講究了 我們拿完中路的球 是不需要再連帶再推進的 因為中路的空間通常都是很狹窄的 通常都沒有什麼機會讓你再連帶推進 尤其是面對密集那時候 如果你硬是連帶再推進的話 拿完球之後再連帶推的話 是很容易會推向人群 而把球推給別人 失控球權 所以打開中場中的球員 通常他們懂得變速拿完球之後 是立刻踩到球 不要做那麼多動作 不要去那麼多地方 即是我所講 支停插當中的停球 在中路最重要 就是能夠停到球 保護到球 停在球自己腳下那裡 不要有那麼多額外的推進 但是佩連石這次在中路拿球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辦法 當時車用士在面對密集 佩連石變速拿球之後 他還要連帶再推進 變成他真的犯了錯 例如上半場的45分鐘 佩連石變速拿球再連帶推進 在中間這麼狹窄對著兩人 他都要這樣做 結果推了球給別人失控球權 再給水晶弓打致命的反擊 好想這個沙下是把握不到機會 其實什麼時候應該可以把球連帶推進 尤其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做這個動作呢 在邊線的時候 多些空間就可以做的 所以我講這個例子 已經解釋了 佩連石其實他還是用打邊線的方法 打邊線的思維去打這個中路主角 坦白說他不會打主角 他就是取代不了Mason Mount 他也不會像Mason Mount 會打橫移動 去跟右邊的進攻點 施耶治合作 他是會多些逗留在偏左 跟夏維迪斯合作 其實跟哪一邊合作都沒有所謂 但是佩連石做主角 他去跟夏維迪斯合作 都沒有合作得 就是Mason Mount 做主角跟施耶治合作得那麼好 佩連石他就是做不到Mason Mount 那些插入Half Speed的走位 而交叉走位去拉邊 雖然他都有做一下 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這些就是跟想像力有關係 打中路做主角 最重要是有想像力 你不夠想像力就沒有創作力 你不能夠做到一些對方想不到你做到的事情 這樣是不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主角 而且其實夏維迪斯的速度是比施耶治快 夏維迪斯的左邊都較有突破力 反而施耶治的右邊 就算施耶治狀態幾好都好 都很難說有自己的突破力 所以其實這個配連石應該要多些過來偏右 去幫施耶治 好像Mason Mount 就對了 如今這個施耶治 右邊今天只有自己一個打 而施耶治他自己的突破力都一般 就唯有在右邊邊線斬高波入禁區 可惜又撞到努卡古繼續處於低迷的狀態 令到這些高波入禁區都沒有太大的作用 努卡古在世界冠軍球會杯對著中東、南美後防線 但回到櫻超就沒有屁股 有時候主角不能碰 都頗需要前鋒做支點幫主角開路 但努卡古的狀態問題也自身難保 碰球又少 不是很幫到配連石做主角 所以今天車路士的進攻是左、中、右三條路線的火力都一半 因為今天車路士其實是把一些應該做主角的球員放到兩邊 也把一些應該打兩邊的球員放到中路做主角 就是擺錯了位 其實打到下半場50分鐘 配連石在中圈交了一個沒什麼可能會交失的球 就已經完全證實了 這個配連石試打主角的實驗是失敗的 失敗了應該要盡快把它改變位置 轉去打邊線才對 但是這個稻草是很遲應變 今天長期還是繼續看著失敗 都是被這個配連石打這個長期的中路主角 再加上今天兩隻閘的出擊力一般 基斯丁神打右後衛 沙亞打左後衛 所以擺回速度快的配連石在邊線那裡 是一定會好一點的 令到那個突破力在邊線會好一點 因為兩隻閘都不太能助攻 那當然要這隻翼有速度 可惜還是繼續長期被這個配連石在中路 所以有時候又要靠沙亞這個左閘位 上下來組織一下 沙亞今天上來組織多了一點 也有一點進步 甚至吐有佳作 例如19分鐘他玩變形系統 入中間就是送直線進去給簡迪射門 但是沙亞始終還是有點大意 他的組織的底子 短傳的底子就不是很好 曾經都試過在6分鐘的時候 就是短傳連結犯錯 交了個球給對手 首先攻打這個反擊上是有射門的 以上種種的因素 就是令到車路士今天的組織水準 就偏低 大大影響了入球的能力 雖然今天道床去到74分鐘 一口去換三個人 拿走了組織能力一般的沙亞 用馬高斯亞朗素打左閘 去到比賽的最後 真提馬高斯亞朗素後備入體球員 斬腳好球 明賣明賣入禁區 比狀態好的施耶治屈基 就搞定了絕殺 贏球 拿三分 沙亞當然沒有阿朗素枕得那麼好 這個調動是對正下躍的 而這個杜曹換走兩個中場中 就是想加強運轉力 頂著下半場比較積極進攻的水晶宮 三個調動全部都有對正下躍的 但是杜曹是調動對正下躍而已 他的應變 臨場的應變 並沒有對正下躍 今天的主要問題就是 擺錯了進攻點的位置 所以今天臨場應變的重點 就不是調動 反而是儘快擺對進攻球員的位置 去到最佳的位置 叫這個沛連石和施耶治調下位 或者就是把沛連石和下維迪斯調位 但是要去到85分鐘才把沛連石和下維迪斯調位 根本太遲就不會有什麼效果 而且也是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間 所以在臨場應變這方面我們看 今天就不算是對正下躍了 記得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片子會被推送的 多謝你 現在開始當然就是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預測車路士來歐聯 主場對李懿 記得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